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日本前所未见大暴雨,距82人散生 安倍与人大开晚宴遭批 受台风和梅雨季节影响 西日本部分地区近日遭遇 许无前例的大暴雨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示 据日本共同社8日晚报道 灾害已造成至少82人死亡 另有50余人下落不明 伤亡人数还可能不断上升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8日报道 日本政府已对13个县的 仅200万户家庭发出避难通知 政府8日设计紧急灾害 应急警惠部 首相安倍晋三指示要 争分夺秒救人 并引导疏散 BBC环影一名日本气象官员的话说 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于天气 此外 由于未来几天 降水还将持续 目前状况 极端危险 日本近期发生多级地震 不过地震并未造成太大人员伤亡 但暴雨却令人们措手不及 六七月本市日本的梅雨季节 人们起初并未对下雨产生警惕 直至七日灾情加剧 日本政府才予以重视 紧急派前自卫队参与营救 此外 有人在社交媒体爆料称 五日降雨严重时 安倍正在饭店与年轻议员们 大开晚宴 交流感情 事件的曝光引发民众对政府应对 不利的批评 防灾专家8日对日本电视台说 从这次暴雨灾害可以看出 日本的防灾工程规模太少 很多城市中心以外地区 没有建好防灾设施 或及时修建堤坝 导致相关部门在应对 寒见暴雨时 显得惊慌稀作 另据日本 昭日新闻报道 受灾严重 向前人被困的甘山县 仓夫市 原计划初季开工 加固防洪堤坝 如果该工程提早完成 这次灾难 仍可避免 再见